准备冬年的卵宝宝 你知道吗? 2014年Facebook和Apple公司宣布为他们的女性员工提供动卵补贴福利 那你知道什么是动卵吗? 本动卵子可以把女性的生殖细胞保存下来 以便保留未来的生育权 而普遍需要动卵的有四大族群 第一,准备接受癌症治疗 或其他会影响生育能力的药物治疗患者 二,想趁年轻保存优质卵子的女性朋友们 三,有爱心愿意捐卵助人的少女们 四,高龄或卵巢早衰需要收集卵子的患者们 那你知道动卵疗程是怎么进行的吗? 动卵前评估并进行抽血与月经周期超音波检查 确认卵巢功能正常后才会安排冷冻卵子疗程 于经期第二天或第三天 医师会依据检查结果开立所需要的排卵针又到排卵 期间内仍需要回诊定期追踪绿炮发育的状况 以及照超音波 另外,医师也会一个人状况评估药物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并且随时调整药物的剂量 而在经期第十二到第十四天绿炮成熟时 医师便会开立破卵针 请记得打完破卵针36小时内 必须要回到院内进行取卵手术哦 2017年,大规模的研究统计 替冻卵科数订出了一个策略表 如果想要有七成的把握能抱个宝宝回家 35岁的女性朋友大概只需要8颗卵子 38岁需要20颗卵子 而40岁需要将近35颗卵子 随着年龄月高,所需要的卵子数量更多 但卵子的品质也会明显下降 嗯... 卵子冷冻技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最值得注意的进步是玻璃化技术的发展 该技术是一种快速冷冻的方法 可以降低冷冻卵子内部形成有害冰晶的机会 使用旧的冷冻保存方法称为慢速冷冻 卵子解冻后只有60%的存活率 而玻璃化冷冻使卵子的存活率提高到90%或甚至更高 但即使玻璃化冷冻技术已经普遍 实际操作还有许多关键的细节哦 因此每个实验室的卵子冷冻存活率仍然相差悬殊 冷冻之前请先审慎地评估并且选择优质的胚胎实验室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